各位 24年是我说的啊 武统台湾的最好的时间窗口 有粉丝说浩哥 你又说对了 武统台湾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说咋回事啊 他说你看了吗 今天美国否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好家伙 我一看 美国之轮 美国之音 说美国反驳中国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描述 这美国这确实是否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呀 是吧 这就是承认台湾的独立了呗 那还不该干 打 我也认为要打 那看看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吧 大家先看看啊 说美国周二5月28号表示 1971年通过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啊 这不就要干了吗 那那肯定要干了 对不对 马上开始 武统台湾啊 对不对 那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事呢 因为这个台湾呢 要参加什么世界卫生大会 被中国给否了吗 是不是 啊 说这个 是这样说的 啊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在周二的新闻简报会上说 啊 这个 是否认为联合国决议 是否认可对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这个 这个米勒告诉美国之音说 不 他不认可 啊 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的正式名称 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决议会中并没有谈及台湾的主权地位 啊 说这个 北京错误的将该决议与中国的一个原则混为 啊 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混为一谈 并错误的声称该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员 副助理国务卿 蓝默克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表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论坛 这与华盛顿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相一致 该政策以台湾关义法三个联合公报六项保证为指导 啊 是吧 这个 那位说了 啊 那这还不打吗 这美国说话跟放屁一样啊 对吧 这肯定要干了 这是好消息啊 干呗 我也认为 这肯定要干了 各位 你看台湾的很多台独人士呢 是迷之自信 你看这些人说 小粉红说 成都比台北强 我问成都有没有电梯 小粉红就大骂我青蛙 看来我戳到了小粉红的痛处 大陆的这些网友被这些这个台蛙给气气坏了 成都没有电梯 好吧 哎呀 这个高度发达的台湾呢 是大陆真的是比不了啊 哦 不是 不是 我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确实台湾跟加州洛杉矶差不多一样发达 发达的就如中国大陆的四五线的小县城市郊差不多 好吧 那么这些台独人士的迷之自信都蠢出了天际了 你看了没有 说当共军的飞机起飞的时候 台湾的铺路爪雷达就扫到了 五马赫的飞弹早已瞄准了 就这么简单 我在松山机场空军服役的时候 长官告诉我们 我们的空军的优势领先共军至少八年以上 是美国一直盯住我们不要乱动 不然早就反攻大陆了 好吧 怪不得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 你比如说郭正亮 亮哥就说了 哎呀 这个赖清德呀 改名算了 赖统一吧 事实上我已经看到很多大陆的人跟日本的人 都说赖清德事上 他的错号应该叫赖统一了 因为他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你事实上是让台湾距离统一更近了 我同意 赖统改名吧 那位说武统台湾真的要开始了 美国否定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呀 我们看看吧 也是 台湾的 台湾 itself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has suggested to china to and i quote share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regional stability with taiwan do you think this is a good move on the part of taiwan and do you have any general comments on this suggestion i'm not going to speak to that in specific i will say with respect to the prc's activities we put out statement from the secretary on saturday where we expressed our deep concern and said that we think the prc should do everyth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refrain from taking actions that increase de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gain china taiwan has been banned from attend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eting this year whereas 2009 to 2016 it did attend those the assembly on frida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and several other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and secretary blenken has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the u.s support is in line with washington's one china policy do you have any further comments on that can you spell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ashington's one china policy and beijing's one china principle so i don't really have any further comment to those two statements that we put out 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has not changed and we have made clear repeatedly that we think taiwan should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 session that we think that when they were a participant they brought meaningful expertise that enriched the discussions there and the debates there and we want them to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future sessions 哎那么说没有啊这这这这这这没有说否定一个中国的政策呀那跟美国之轮 这怎么写的不一样啊 大家都知道美国之轮嘛 他这个说美国反驳是谁反驳的 不是政府的官员在正式的场合 而是台湾买通的那些美国的这些养狗的 这些不重要的一些政客 在非正式的场合说的话 美国政府他可真的不敢表态 说我们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 表态了以后那就是干呢 你看看中国前几天的时候 我给大伙说过啊 中国一条全自动的导弹生产线 一天生产一千枚导弹 而现在呢 有人说中国的155炮弹的生产线 一条啊 一条生产线 一天生产15万发炮弹 那普京那就羡慕嫉妒恨呢 这些小炮弹幾百分钟 一顶很快就把这些了 一条海小炮弹的划散 一条鸟弹的划散 一条小炮弹的故事 又嫉妒献毫是非产严一条 至少人谁就发动 凌凳有isé大量格 十一条圈 整齐全发炮弹的三串 立正的一条圈 再参加小炮弹 玩见了吗 这就是中国的力量 别作了 作就得作出事来 你看看这外国的网友 也挺有意思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见惑都是浮云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